二百六十八章 万刃风 十九之后 王倩依神色慧眼地叹了口气 原来当年是我们有眼无珠 叶师弟 这些年你还好吗 你 后来究竟哪里去了 提起当年墨天歌一时唏嘘 当初在玄清门遇到柳一刀 虽然续过别后情况 他且要求不要泄露自己的情风 柳一刀虽然在徐静芝的事情上不太厚道 看来到底还是替他隐瞒了 当年之时 两位师姐回去可以问一问柳师兄 柳师兄知道 王倩依惊讶 墨天歌汉手没在这问题上都说 问道 柳师姐 你们为何进天抹山来 王倩依叹叹了口气 叶师弟有所不知 我们如今虽然夺回了云雾派 可损失惨重 没剩下几位结单修饰 我们这些人若是按部就班 只怕根本无法结单 所以来搏一搏 原来如此 墨天歌想了想 此处对柱基修饰而言 已经十分危险了 你们收了这株林草就往回走吧 机缘到底不如命中药 神兵闻言惊喜 叶师弟 你是说 这林草让于我们 墨天歌点头 区区青年林草 他当然不在乎 再想想 又从怀中取出数个玉瓶和俘禄 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若是有缘 我们出去后 再去别后之情 你们拿了这些丹药 就出去吧 此种险境 实在不是你们能应付的 墨墨接过他递来的东西 王倩仪慎正地洗了一礼 多谢了 墨天歌微微一笑 不再多说 转身向琪琪走去 叶师弟 王倩仪在他身后唤道 你 我们以后如何寻你 墨天歌回回首 你们自去问了师兄吧 后会有期 说吧 再度收敛其息 与琴熙疏忽离去 看着他们的背影 神兵眉头越走越近 忽然问道 王师妹 你看 那是不是琴师兄 琴师兄 王倩仪一时 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回想了一下刚才那人的模样 一时吃了一惊 是那位秦师兄 发成事了 神兵看着他们相邪离去的背影 神情复杂 原来 原来夜市地 竟是女子之声 又与秦师兄 一同成了玄亲们弟子 真不知道 他们经历了什么 两人相对无言 心中都是默默思量 莫天歌的出现 让他们想起了许多当年的往事 这些旧事 有些很欢乐 有些很悲凉 其他四位修士 一直目瞪口呆地 看着事情的发生 此时终于有一人忍不住问道 两位世界 为何你们要换那位前辈 夜市地 王浅一苦笑一声 六十多年前 他本是我云雾牌弟子 想来那时 是女扮男装吧 什么 四人大惊 六十多年前 师姐还会住击吧 不错 王浅一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 当年 夜市地 比我们修为还低 只是一个恋迹弟子 原以为 他遭了不测 没想到 世事无常 他心中 不由想到这四个字 当年夜市地 秦师兄 江师兄 三人一同失踪 夜市地又被卖主说是叛徒 他和沈兵都不相信 可寻不得莫天歌 他们也无可奈何 后来 后来渐渐的 就忘了 真没想到 六十多年后 他们居然 又重新 见到了夜市地 才发现 他竟然是女子 而且 还结了单 却听沈兵 自由 自由 做了玩偶 他们是修士 可也是女人 没有足够的力量 就连身体也保不住 这个世界 就是这么残酷 万幸的是 他们现在看起来过得不错 虽然没有足够的单药 仍然挣扎在休闲路上 至少 有了自由 下了一会儿忽然听秦夕问道 你同情他们 墨天哥站了这 这是自然 他们 他们很惨 哪里很惨 对女子来说 连 自己都保不住 当然很惨 秦夕就没说话了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两人收敛气息 逼过了其他修士 一路有惊无险 到达一处高峰之下 墨天哥仰头 这么高 就算飞 也很难飞上去吧 天魔山 是天际名副其实的第一高山 这座山峰直入云霄 根本看不到峰顶 秦夕岛 这上面有地方可以落脚 飞上去没有问题 只是 他望着半空中 灵气与魔气 交缠而成的闪电 这上面 静止繁多 一不小心 就可能灰飞烟灭 墨天哥吃了一惊 灰飞烟灭 也就是说 连救 都没法救 别多想了 秦夕平静地道 上到峰顶 可能需要两天 这上面 还有许多禁止要破解 麻烦得很 我们尽快上去吧 嗯 两人各式手段 护着周身 墨天哥 施展了混元 引气绝 又取了白丝帕 幻化出雾气一般的屏障 秦夕则是同样施展了护体真绝 又让三阳转火箭 幻化成护身剑斩 围绕在两人周围 墨天哥犹豫了一下的 秦师兄 你 靠近我一些 我灵气不够 这件护身法宝 够不着 秦夕震了一下 不知道是因为他的称呼 还是因为他说的话 到最后 只是轻轻地应了一声 这座高峰 名叫万刃峰 虽然未必真有万刃 却也相朝不远 此间灵气与魔气 动荡不安 互相交错 两人不敢飞快 只能一点一点地前进 为了保持一样的距离 墨天哥 没有用自己的飞行法宝 而是上了秦夕的飞云 半天之后 两人在山壁上歇了一会儿 继续前进 这会儿 他们已经靠近了 上昆灵气和魔气交缠的地方 他们周身 又护体灵气 再是防御符 然后是墨天哥的白丝帕 化成的灵气层 最外面 则是清晰的剑阵 四层防御 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穿越灵气与魔气的时候 墨天哥听到外面的剑阵 温温自鸣 万幸的是 三阳针火箭 并非普通法宝 不管是灵气和魔气 都挡了下来 只是 每挡一次 剑阵 便会放出红光 清晰就要停一停 与之抵抗 俩人就这么 一点一点的往上蹭 越到上面 就越艰难 到后面 已经不是清晰一个人的事了 他的见证 虽然能拦下大部分的攻击 却不能完全的化解 墨天哥便预示着白丝帕帮忙 清晰早就已经说过 在这里 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只要灵气与魔气 突破了两人的防御层 没得相救 瞬间 就会灰飞烟灭 这里 灵气再一次即将耗尽之后 清晰指了指山臂间 微小的一条分隙 里面是一个极小的山洞 为了抵制静止和阵风 以及灵气和魔气交缠而成的闪电 他们要保持足够的灵气 现在灵气已经快耗尽 必须找个地方调息恢复 两人艰难地挤进这矮小的山洞 松了口气 这个山洞的分析很小 只能侧着山通过 有山壁挡着 不会有阵风和大的静止 只有微弱的灵气和魔气 只是 这地方实在是太小 只够两人并排坐着 紧贴在一起 几乎动不了 莫天歌觉得很难受 他不习惯与别人如此靠近 刚要往旁边靠一靠 且听秦熙道 别动 赶快倒坐 恢复灵气 莫天歌知道 他说的对 只能忍下 谈息做好 慢慢地调韵呼吸 入定 过了一会儿 他的灵气终于恢复 睁开双眼 外面一大团的魔气飘过来 正好堵住了分析的入口 秦熙早已调息完毕 正等着他 此时震了着 等会儿 这魔气太多了 嗯 天魔山的魔气是十分爆裂的 让他们察觉到修仙者的气息 就会涌上前将他们吞噬 这些魔气大多是太古上古时留下来的 哪里是如今的修仙者可以抵抗的 小谷的魔气还能消灭 像这么一大团 除了躲避 别无方法 这股魔气 当住了分析露进来的光 也打住了外面的身影 黑暗 寂静 相拥而来 偏偏修饰的墓里 不比凡人 哪怕没有一丝光亮 他们也能大概分辨眼前的事物 但没有光亮 眼前的一切 又是朦胧的 这种朦胧 让墨天哥坐立不安 耳旁传来清浅的呼吸 听了一会儿 似乎又听到了心跳声 一开始是平缓的 慢慢的变成了急促 他按着胸口 发现是自己的 奇怪 他偏了偏头 暗暗笑 他刚刚打坐完毕 不应该心跳得这么快呀 这种沉闷 似乎也影响了清晰 他动了动 手臂摩擦过他的音秀 似有若无的接触 让墨天哥越发地不敢动弹 似乎太近了 连呼吸都交缠在一起 这种尴尬的沉默 没有维持太久 忽然听到清晰开口 那一年 我跟你父亲 也是从这里飞上去的 墨天哥振了转 转过头 黑暗中 清晰的双毛 朔朔生辉 那个时候 有一个大井只崩塌了 留在天魔山的人 死伤大半 我与你父亲 恰巧就在这里 避过了灾难 这里 墨天哥难难重复 伸出手 摸了摸身边的山壁 爹 也曾坐在这里 摸着这十块吗 我们躲了足足七天 静止 才终于稳定 可是 我们顺着原路回去 却发现 出不去了 墨天哥忽然想到 天魔山的静止 只存在一个月左右 若是静止又出现了 那就出不去了 而留在这里 不知道何时静止 才会消失 其中 风云变坏 一般人 是等不到天魔山 再度开启的 那 你是怎么出来的 秘密就在上面 秦夕说 有一个地方 他们叫做众仙虚 传说是太古之时 众仙陨落 安葬的地方 通过众仙虚的路途 千难万千 历代 不知道有多少人 死在那条路上 不过 他们都不知道 其实有一条捷径 这座万人分上去 就是众仙虚的后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